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日本媒体说不是日本队太强 是中国队太弱 就像是抗战时候 国军跟日本人打仗 其实日本兵没多厉害 实在是中国兵太弱了 就是这个道理 以前国民党统治时代 不好好治理国家 统一全国以后 也不好好推动工业化 等到人家侵略你的时候 没枪没子弹 几百万上千万的军民同胞 就拉到战场上去当子弹 你怎么讲的 是不是 这种情况就有点像这样子 大家看了都很不高兴 外民哥跟他讲 你就死了心吧 不要再看足球了 有什么好看的 这个是结构性的问题 体制性的问题 老实讲 我在天津经常经过小学 看操场里面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去学校里学足球 那学校管得很严 天津的学校是很奇怪 就是小朋友在学校里面踢球 家长不能到球场里面去 可能是家长的素质不够好 担心在球场边看球 看着看着 情绪来了以后 都到球场里头打小孩子 打对手的小孩子 我估计是这个原因 那不然哪有这种事情 我在台湾 我们家里头也有小朋友 是球队的 不管是篮球 手球 足球 打了躲避球 什么球 打的时候家长都在球场边 喊加油 是不是 如果喊得太激动的话 那个学校的教练 真的是球队教练 还叫家长不要太激动 对不对 那个天津就很奇怪 把家长隔在那个学校外面 一堆家长在那个学校大门口 去看小朋友打球 就隔着那个围墙 你这个风气就很不好 你知道吗 这个风气就很不好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亲子活动 你知道吗 你就从这个小细节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那个足球体制 有问题 结构性的问题 心态上的问题 参与的人 对不对 那个有没有建立正确的三观 你现在把小孩子去学足球 我讲的不好听的话 80%就是让小孩子去学坏 因为为什么这个体制就是不好的体制 这体制就充满了腐败 你怎么让小孩子送去踢足球呢 你不是把他送到黑帮老大那边去 踢足球 对不对 那有意义吗 是不是 所以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真的真的 你要踢足球的话 你就带着球 带小朋友到公园里头 好好的跑一跑 跳一跳 锻炼体能 这个才是正确的 体能 好了以后 大一点了以后 再看看他适合打什么球 你再送他去 小孩子就是体力好 体力好的话 对他一辈子都有好处 他即使不打 不当运动员 不当球员的话 对他将来工作 对不对 那种坚韧性 还有抗压力 还有那个吃骨耐劳的那种韧性 都有帮助的 真的 我们家长 这个鼓励小朋友运动 要有这个正确的看法 这个球场上的胜败 那不重要啦 真的不重要啦 你看看这个 这个足球搞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 你觉得还有救 你去看那个球干什么啦 是不是 人家那个 网路上不是有新闻吗 讲我们那些 这个职业联赛的那些球员 衣服脱下来以后 个个跟白斩机一样 就平常生活就不检点 那除了这个爽威风 品性都 平常讲就是一缸子品性不好的人 在打 那个跟 有没有好教练 有没有好的场地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你看那个叙利亚 那个野门的小朋友 这个 生活 生长在 那个乱世的那个环境里头 天天 对不对 这个让子弹追着跑 但是人家的足球水平 比我们国内的还好 那个跟 那个有没有好教练有什么关系 跟吃得好不好有什么关系 跟那个球场漂不漂亮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你们要想 这个真的我知道很多人很那个 很希望小孩子从事一些运动 但是从事运动的目的要弄清楚 这个是开始之前 跟大家 就像我们在台湾地区流行打棒球 打棒球的小孩子 也大多数不太好 为什么 台湾那个棒球体系里面 也是贪张忘华 一堆狗屁叨叨的事情 把小孩子送去打棒球 其实就是让小孩子学坏 这个 希望大家能把这个事情看开一点 也许我这个讲的比较那个过激了 偏激了 但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今天回到新闻 第一条 美国总统 不是美国总统大学 就是美国最近有事情了 这美国钢铁 日本自铁公司 就是新日铁对不对 一直想买这个美国钢铁 但是这个事情拖了一两年 后来新日铁还找了前任的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当说客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很多政界里面都反对 国会议员也反对 这个 那更不用讲了 那行政部门就看国会的脸色 那国会就看选民的脸色 这个 拜登昨天已经讲了 他决定去阻止 新日铁去并购 美国钢铁 讲不成了 不 这个 美国钢铁 对不对 经营绩效果不好 那个设备老旧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引进外部的资金 重新投资 然后呢更新设备 但是这个公司呢 因为长期不赚钱 他哪有钱 对不对 去更新设备 去提升自己的技术 所以钢铁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 那就影响到整个美国 这个产业竞争力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1999年底 外民哥在西雅图参加这个世贸组织WTO那个部长会议的时候 当年就爆发了这个反全球化的这种运动 那个抗议 那个很激烈 那美国钓了好几个州的国民兵 到那边去维持秩序 真的是国民兵啊 穿着军服 戴着这种手上拿着棒子 然后吹泪瓦斯 在那边甚至于真枪都有 在马路上维持秩序 你就想要那一次闹得多大 整个西雅图市啊 就是封烟四起 我没有夸张啊 为什么封烟 就是打那个催泪弹啊 那催泪弹一打起来 那个一片迷目你知道 你根本啊 伸手不见五指 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那那个时候呢 在参与抗议活动啊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团体啊 就是美国钢铁工人协会 美国钢铁工人工会 各个都是标情大汉啊 穿着那个橘色的衣服 戴着那个白头盔啊 还有一定的那个纪律 你知道吗 也拿着这个棍子啊棒子啊 跟警察在街上啊 互相对打啊 你知道就是这样子 你就想到美国钢铁工人啊 他这个这个势力有多大 手边又有选票 然后这个草根性很强 然后这个凝聚率也很高 所以你不能得罪他们啊 他一得罪他们 他是跟你拼老命的 比那个汽车工人还凶啊 这个也就是在工会的压力之下 那钢铁 美国钢铁公司的这些股东啊 他也他想要去促成这个案子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嘛 干脆卖一部分 或者把这个公司呢 卖给新日帖 新日帖还是比较有竞争力 技术比较好的 但是美国工人不愿意啊 不愿意的话就去 这个影响到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又影响到 美国那个行政部门嘛 拜登现在要选总统啊 他怎么敢去得对 这个美国这个工人啊 我们看这个照片啊 就是披子堡的美国钢铁 公司的这个生产厂区啊 整个钢铁厂啊 一年的生产量啊 大概是三千多万 美国现在只有两个钢铁厂 一个呢就是美钢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也是美国一个很大的军工团体啊 他在那个新港 美国那个叫什么公司我忘记了 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去这个查一下 叫名字我忘记了 但是那名字也是响当当的一家公司啊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就凸显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理由啊 理由是日本如果 就是美钢如果被新日铁买下来的话 会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啊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他如果不卖给美钢的话 那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 其实美国钢铁最好是卖给谁你知道吗 最好卖给武钢啊 而不是武钢啊 就是宝武啦 就是宝山钢铁跟武汉钢铁厂那个宝武集团啊 因为宝武集团 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厂啊 竞争力最强啊 只有宝武集团进来以后 对不对啊 美钢才有更好的这个机会啊 更好的设备 然后有资金进来啊 进行这个更新 然后又有市场的通路 他这样子才会有竞争力 这个才是确保 美国工业或者制造业安全最好的方法 而不是抗拒外国人来 你想想看嘛 不管是新日碟 还是谁到美国去买了美钢 你只要要求他一件事情就不能关厂 不能结雇员工 美国市场这么大 对不对 你还担心什么 担心他把你这个工厂搬到日本去吗 对不对 不会的啦 他在你这边投资对不对 对不对 等于就是你的了 他带十亿元进来 那十亿元就是给你的了 你在哪边投资啊 对不对 对哪边就有帮助 所以啊 这个美国人现在没搞清楚这个事情 他总是觉得这个金银权啊 对不对 交给亚洲人 交给日本人 交给中国人 来管的话 好像很丢脸 这就是那种 这种种族歧视 你知道 那种民族的优越感 在那边作祟 我那样讲 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你不好的话 对不对 你就请国外的人来嘛 帮你经营嘛 帮你改善嘛 对不对 你有了竞争力以后 你还怕工作保不住吗 但这个问题啊 又影响到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跟日本不是盟国吗 对不对 那你怎么还会担心 国家安全的问题呢 为了国家安全的问题呢 然后不让日本的钢铁厂 去买美国的钢铁厂 并购美国的钢铁厂呢 你们不是盟国吗 那这个安全是讲假的 还讲真的啊 对不对 那你连日本都信不过 那当然也信不过别人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昨天那个日本经济新闻也讲了 这个讲的意思是说 美国有个印太战略 那大家知道美国的那个钢铁业 造船业都不行 但是呢 美国要维持世界的霸权啊 要做战车 要做坦克 要造枪造炮 还要造军舰 航空母舰 以下就十几万吨 那这怎么办 就要跟亚洲国家去合作 所以呢 根据 根据这个日本经济新闻 他们的报导 美国有一个 基于 维持美国海上 海军啊 Navy 作战能力的 这种需要呢 要把 这个美国海军的 Warship 作战舰艇呢 交给亚洲 印太地区啊 五个盟国 这五个盟国啊 就是韩国 日本 新加坡 还有这个澳洲 还有菲律宾 交给日本 或者请日本 或者请韩国呢 帮他分摊 这些军舰的维修啊 repair 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因为这两个也是造成业的强国嘛 要维修美国的军舰 不是问题 但是因为他是全国啊 他是强国啊 你把美国的航空母舰 美国的这种最好的军舰 交给他们去维修的话 那不是这个引狼入室吗 对不对 让他们看光光啊 以后呢 对不对 美国造军舰的那些独门工夫 他们不都是学去了吗 那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安全 那也可能会啊 所以这个案子能不能成行 还不知道 另外就是什么澳洲啦 新加坡 你别小看新加坡 虽然是个小岛 新加坡有一家公司 蛮厉害的 这个国防军工产业 也是小有名气 叫做新加坡科技集团 好像英文名称叫做SIG 我记得吧 大概好像叫SIG 我不知道对不对 不对的话 还请大家这个纠正 新加坡科技集团 可以造飞机 造飞机不行 修飞机 可以造军舰 可以做这个陆军的轻装备 坦克车他大概没办法 那其他的都行 你说外面跟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去新加坡的时候 参观过这家公司 就在那个张仪机场 那个美国海军那个基地旁边 新加坡做事情非常有效率 我跟大家讲 我们像我们很多国家 经常跟新加坡 以前跟李光耀 李显龙 对不对 还有现在的黄寻才 关系都很好 这新加坡还搞了一个 在苏州搞了一个 新加坡工业园区 新加坡最厉害的地方 去管理的好 它的设备技术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是管理的好的话 那就可以产生加成效果 不好的技术就变成最好的技术 不好的设备也可以提供它的效率 新加坡整个国家 就是全世界管的最好的国家 每个人都能够这个物尽其用 人尽其财 地尽其力 或畅其流 所以这个国家就是现代化 那个新加坡的那个军人 单兵素质作战的这个技能不是最好 但是部队的管理好 这个我是举个例子 所以他也可以去帮美国去修理军舰 这一点的话美国都比不上人家的 但是呢 现在国家安全至上 对不对 今天呢 请你帮忙 过两天突然呢 他觉得对你放心不下的时候 他也可以翻脸不认人 所以呢 你要跟美国人交心的话 那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 他永远不会信任你的 不高兴对不对 选民啊工人啊 有意见的话 你这个案子就执行不下去 你想想看你把军舰送到亚洲来修理 那美国造船厂的工人怎么办 对不对 他哪天也说国家安全 那你这个计划就做不下去了 再跟大家分享下一条新闻 下一条新闻啊就是讲英特尔 正在处于生死边缘 天天都有他的新闻 你看我今天讲已经连续三天讲英特尔了 因为他以前太重要了 这个曾经是半导体产业 这个行业里的这个竞争游戏的这个制定者 站在这个行业中的最顶端 现在呢不行了 昨天我看新闻说 英特尔因为没有钱啊 他现在有财务危机了 你知道吗 没有钱了要断吹了 准备把它 已经投资十几年了 搞的那个自动驾驶的Mobile I Mobile I大概是全世界 如果自动驾驶技术可以排名前三名的国家 准备把一部分Mobile I 这个未来可能是最红的这个行业 对不对 一部分股权给卖了 你就知道 他已经现在呢 开始砸锅卖铁了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新闻里面 讲的英特尔的financial struggle 什么叫financial struggle 就是金融的困境 struggle就是努力奋斗嘛 金融的挣扎 对不对 已经威胁到拜登的这个晶片的这种strategy 大家都知道这个2022年的时候 拜登签署了一个那个晶片与科技竞争法 但是几年下来对不对 2021年就签了那个法令 几年下来呢 要给那么多补贴呢 然后促进美国半导体的发展 这个维持美国高科技的竞争力 但你可以看下来几年下来真的是一事无成 外面哥上个礼拜就讲过 有40%的投资已经喊停了 那还有60%的投资呢 其实也不太怎么乐观 包括英特台积电 台积电那天不是被人家笑吗 在美国花了400多亿美金 搞了4年下来 一块晶片都生产不出来 全世界最好的公司 到了美国都束手无策 就是大家对于拜登的这个晶片战略 对不对 这个觉得不看好 你像台积电那几百亿跑到美国投资 真的是打水漂 你如果跑到大陆来投资 跑到祖国来投资的话 那绝对让你赚得 你都晚上睡不着 忙得数钞票都来不及了 这个没办法 这个所以呢 这个什么事情一旦出现政治考虑的时候 就有这个麻烦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另外一个新闻呢 就是英特尔这个它的这个制造的这个计划呢 可能呢必须延到2027年以后 它现在有两个 美国有两个计划 一个呢是亚利桑那厂 一个呢是俄亥俄厂 这个主要是讲俄亥俄厂 那这两个计划呢其实都延宕了 这个老的那个亚利桑那厂 要做那个A18或者18A的那个技术呢 两纳米的技术呢 对不对做不出来 而且它现在已经要横下心来了 这个现在可以做7纳米 那7纳米要到进化到这个 所谓18A就是1.8纳米的话 我跟大家讲要经过几个过程 5纳米 3纳米 2纳米 现在它通通都不要做了 我就直接跳到1.8纳米就是18A 你觉得可能吗 你这个前面的高端制程的技术 都没有打好基础 对不对 想一下子用这个弯道 弯道超车的方式 对不对 直接跨到全世界 这个最尖端的技术 有这个可行性吗 也没这个可行性 所以有考虑说要分拆这个制造部门 外民哥昨天讲过了 那最重要的是 德国的投资呢 已经正式 300亿欧元的投资呢 已经正式呢 对不对 喊停了 做不下去了 那你去想想看 前几天还有一个新闻 以色列的投资呢 对不对 也暂停下来 而且要裁员1500人 那整个工厂呢 整个公司呢 现在呢全力呢 都在做这个开源截流的事情 熬过去熬不过这一关呢 对不对 很难说 所以呢 他在讲呢 对不对 这个现在他所发展的高端技术呢 必须在2027年以后呢 才可能有比较稳定的收入 现在是2024年 到27年 中间要经过25年 26年 两年 如果这两年 英特尔没办法转亏为盈的话 他就准备 他就准备向阎罗王报道 我们就看这个好戏 我还真的很希望这家公司倒掉 这个 他这个也曾经是 美国的 这个美国之子啊 在半导底业 是代表美国 这个产业的竞争力 最重要的指标性的公司 现在也活不下去了 接下来呢 我们跟这个 讲下一条新闻之前 跟大家 这个 打个招呼 这个 花月正东风 你好 这个 中午啊 吃饭了没 杨子 小丸子的爸 大家吉祥你好 三四七七博派 大家安康 小丸子的爸 这个 这个 甲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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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意思啊 甲臣搅战 惨败 这个幽默一下子啊 这个 提拉米苏 面孔 这 这个是什么字啊 这没关系啊 大A和中国男族 这两个真的是 这个 勞来与哈台 这个一对冤家 这个 芽芽 小丸子的爸 这个 英语之 英语之重点 就把那个 国主打败的人呢 通通抓去劳改啊 这个 也许呢 还有机会 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昨天呢 特朗普在美国啊 因为选举嘛 就参加 很多媒体的这个访问 他说他成立以后呢 要成立一个 经济效力委员会 这个 这个经济效力委员会呢 就要请马斯克 这个来参与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 这个 这个要 提高呢 美国政府的 Efficient效率 这个 要给马斯克当商务部长啊 当那个部长 这个部长 马斯克没有时间 那所以特朗普说要当顾问 那他就计划成立一个 这个经济 效率或者改革的 经济效率的一个改革的一个委员会 请呢 这个 马斯克 那马斯克 对不对 其实很精明的 一看什么事情都看得懂 所以请他来 对不对 这个 提升政府的效能 美国现在其实真的 不管是联邦 还是到地方政府啊 效率是有一些问题 但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工作 比如说 Ellen Musk 对不对 Express 这个 William 可能会加入特朗普的 这个 一个计划 就是政府的 这个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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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審计 查账 这个政府的预算是这样的 财政部呢 根据各部会的需求 还有政府的职能啊 去编预算 这个预算书编好了以后呢 对不对 送到国会去審议 就像我们国家 所有的预算呢 都要去两会中去讨论 这个 通过以后呢 对不对 就交给行政部门 各部门啊 根据国会所通过的预算案 合法的资金呢 对不对 去执行 去推动 你要修桥的 你要盖马路的 你要坐飞机的 你要招兵买马的 对不对 这个 都要根据国家的预算 用完以后呢 有一个单位 就審计部门 作为监督 就是看你这些 预算执行过程中啊 有没有 不当的地方 或者违法的地方 那现在美国国会啊 有个国会预算局 就扮演的这个 審计的这种角色 但是呢 这个很麻烦啊 因为预算是国会啊 透过菜市场交易 什么叫菜市场交易 就是美国人在立法的时候 国会在讨论立法的时候嘛 每个国会议员背后 都有自己 都有自己所代表的 那个利益团体 或者地方 你要为你 所代表的那个利益团体 支持你的利益团体 或者地方的选民 争取经费啊 哎呀所以就会出现加州的 跟亚利桑那州的人呢 在那边呢 做交易啊 你的案子我同意 我的案子你也同意啊 你不同意的话 那我的 我不同意你的案子 那你就不同意我的案子 就做这种交易啊 纽约州的 就跟 怀俄民州的 怀俄民州的呢 就跟佛罗里达州的 做这种交易 所以人家叫做菜市场交易 市的这种意识啊 这是 美国政治学里面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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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描述啊 那这个过程中呢 对不对啊 那就会出现弊端啊 大家 十枪瘦瘦啊 所以即便美国国会 有那个预算局的话 他能不能真正扮演 这个 合乎专业 还有公正的 这个 所谓的 审计功能的话 也大有问题 所以呢 特朗普他也是做生意的 他也知道美国政府啊 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啊 政府部门里面的 这个审计制度啊 查账的制度啊 这个 不够严谨 或者呢 形同虚设 或者呢 已经方会了 那要提升美国政府的效率的话 我就从审计这个部门 Audit A-U-D-I-T Audit 这个 去做 但你觉得这个事情好做吗 我跟大家讲 你真的不好做 特朗普知不知道 特朗普知道 马斯克知不知道 我认为马斯克也知道 那这个 这个不是在 啊 这个 这可惜吗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怎么一个不好做啊 2020年 1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特朗普还当总统啊 阿富汗 爆发了 出这个 发生了一个坠机事件 crash 坠机事件 大家可以看这个照片 这个飞机呢 坠落到 坠落在哪边呢 就是 喀布尔附近的一个郊区 这个飞机呢 这个飞机呢 是 当时美军的 E ABCD的E 11A 就是A11 E11A型 这种所谓电子侦察机 带了 机上呢 带了七八个 美国的这个官员 结果呢 结果呢 就在 喀布尔附近呢 对不对 这个 你看这个英文啊 就是 这个 Broaddown 就是 坠落了 这几个官员 事后啊 美国的媒体报导 他们呢 就是要做 Audit 跑到阿富汗去做Audit 干嘛呢 因为阿富汗那个时候 有几万的美军在那边 每天吃喝拉撒 一年要花美国政府 好几千亿的预算 那特朗普当总统 就觉得这是一个坑啊 这几万人怎么 为什么每年要花 几百上千亿的 这种军会预算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 不当的地方呢 所以呢 他就派了 这个联邦政府的 这个官员啊 要去那边进行查账 看看你这个钱到底是怎么花的 怎么会这么贵 据说那个时候 在住阿富汗的美军啊 这个一餐啊 一餐饭要十几块美金 要十几块美金 所有的吃的喝的啊 通通从美国政府 美国啊 直接空运到阿富汗去 那么 这个不是太符合效率了吗 你不会在当地采购啊 在巴基斯坦采购啊 对不对 所以他就派人去 去那个 去欧蒂德 这欧蒂德的人呢 还没有 这个到目的地呢 就在喀布尔的郊区坠机了 那怎么那么巧啊 怎么那么巧啊 所以这个中间是不是有什么 那么不可告人的这个秘密 多数的美国人认为啊 就是美国军方啊太黑了 贪污贪得太严重了 如果人家审计的人 跑到当地去看的话 那一定难以忍受 对不对 编的预算去买的军备 给老百给这个 给这个军人的这种 这种补给 还有这种良想 里面都有人拿回扣 所以特朗普啊 他是个明白人 他也知道这工作不好做 但是呢 如果特朗普真的选上了 然后 任命马斯克去audit 去审计的话 这是 只能 只能啊 这个 向上帝祈祷 保佑马斯克 能够平平安安的 对不对 这个 帮这个特朗普呢 对不对 完成对美国联邦政府 各种预算的 这个 这个 審计 我跟一下美国政府 对不对 一年有几万亿的这个 预算啊 那里面不晓得 有多少是被摊掉了 就像有人讲啊 美国 纽约市 这个 地铁里面 一个垃圾桶 就几千块美金 你听的不是觉得很好笑吗 对不对 美国有国会预言啊 对不对 说美国 这个空军维修的零件啊 对不对 一包呢 也是几千块美金 但是呢 向中国买的话 对不对 只要几块美金 对不对 大家就听了觉得 不可思议啊 这中间就是 在预算执行的过程中啊 缺乏 这个有效的监督机制 这个会有 会出麻烦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啊 这个 哎呀 美国好像都是公开立法啊 人家的贪污也是公开的 只要是国会通过的话 通通都是合法的 何来贪污可原啊 这个 两个败家子 因与之 这个 还有你 什么东西还有你 还有你啊 根本看不下去啊 这个 哎 就别看了啊 就这样子 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分享 下一条新闻 下一条新闻啊 就是 昨天啊 日本基金新闻有个新闻 就是 Toyota 还有Nissan 两个日本 第一第二的这个汽车公司呢 已经要求 要求什么呢 日本政府啊 能够协助 协助什么 协助他们 去 从事 电磁业 这个 要发展电动车嘛 电动车的 核心技术呢 就是电磁啊 那日本政府呢 也决定投资啊 这个 七个billion 就七十亿美金啊 对不对啊 来 协助日本的车厂 七十亿美金啊 哇 这是多少钱啊 但没办法 现在日本呢 这个电磁 对不对啊 啊 曾经是 锂电磁专利啊 擁有量最多的这个国家 最大的企业 最后在电动车的竞赛过程中呢 居然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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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趋居下风 甚至于呢 全面的落败 这个对日本人来讲 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 2024年 从1月到7月 全球 汽车 高能的这个 锂电磁 市占率最高的 当然是宁德时代 37.6 第二高的是 比亚迪 16.1 第三的是 韩国的LG 这个 12.4 再接下来呢 是SK 也是韩国的 第五个呢 叫做CALB CALB呢 叫做中纬锂电 这也是中国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在第六个呢 叫做三星 第七个呢 Panasonic 中下 日本的 Panasonic 十年前啊 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电磁场 现在呢 全球的市占率呢 只剩下 4.3 排名世界第七 那那个第八个 第九个啊 高宣啊 什么义伟啊 那通通都是中国的 通通都是中国的 那你就觉得 日本怎么会这样子啊 这个拥有这个 这个 对电磁的研究啊 对不对 锂电磁的 这个 发明人 还是日本人呢 是不是 这个 最后呢 居然走到这个地步 那就请日本政府 出面帮忙 那日本政府能帮什么忙呢 除了砸钱 还是 砸钱 那其他的 也是 无计可施啊 这个 万民哥 再跟大家 所以大家就晓得啊 这个 这个 中国在发展理念的过程中 我觉得应该也是啊 吃了不少苦头 这个 早期 发展的阶段呢 政府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协助 那个时候做这个事情 还有人觉得 哎呀这个政府去补贴啊 有那个意义吗 对 等到这些企业慢慢慢慢站稳脚跟以后 你就不用补贴了 那就换别的国家 去看他们怎么补贴 怎么玩了 所以呢 任何一个行业 而且起来啊一定是政府跟企业啊 要能够这种密切合作 而且要有 比较长远的这种眼光 这个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呢再跟大家看一个新闻 也是 也是 跟日本有关系 我们看PPT 右边啊 外面大家替大家做了一个 这边有位 老先生 这个老先生呢 是日本三菱商社的CEO 叫做 这个中西盛野 中西盛野呢 昨天呢 接受英国金融时报 报导的时候 那个访问的时候啊 就说了 你可以看嘛 Japanese Trading House 就是日本商社的 这个 Chief 就是CEO啊 这个要求政府啊 能够帮助去对抗 这个中国 哎呀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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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盛野啊 他里面讲了啊 这个 日本的 他的名早 这个怎么念呢 叫做 Katsuya 这个 Naka Nakanishi Katsuya Nakanishi 他就说了 他说呢 我们这个公司呢 是巴菲特投资的 华伦巴菲特投资的 表示非常的厉害 但是呢 现在呢 却承担了 欧美 跟中国推动 Decoppling Decoppling 就脱钩啊 的这种 风险 Decoppling the risk 为什么呢 他的说法是这样子啊 就是 美国 对中国电动车 磕百分之百的关税 然后呢 欧盟也 磕这种 补偿 补贴性的这种关税 反补贴的这种关税 那中国的汽车呢 在 中国的电动车 在 美国 在 这个欧洲呢 这个 受到阻力以后呢 他们呢 就把力量呢 集中到 新兴国家 新兴工业体 包括东南亚 那这些地方呢 的汽车 市场呢 最大的 这个 原来的 占有率最高呢 都是日本车厂 但是 现在中国车厂 因为呢 因为呢 要 反制 欧美的 脱钩呢 大量的 涌进 或者把力量 集中在东南亚 还有其他 新兴经济体 那 反而 害到了日本 害到了日本 而且啊 不管是东南亚 新兴经济体 这个 中国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 我可以跟大家找一个 美国的研究机构所做的调查 2023年的时候 这个 有一个问题 问 东南亚的人 如果呢 必须呢 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去选择一个 这个支持的 就站边的话 站队的话 2023年的时候 61%的人 认为应该站队美国 那站队 中国呢 只有38.9% 但到今年的时候 已经翻转了 50.5%的人呢 应该认为啊 站队 中国 只有49.5%的人呢 不到一半的人呢 认为 应该站队 美国 这个很明显的 从 中西圣野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这个就是 中国在当地的经济的影响力大 这个影响力大的结果呢 也就造成呢 东方大国呢 在东南亚地区 影响力全面的这种 扩散 这个已经呢 也成为 美国人的一大麻烦了 这个是 中西圣野的这个 说法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 下一篇 万民哥提醒他找了一个图 这个图呢 挺有意思的 这张图呢 一会儿我们 稍微弄一下 这个图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 这个图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我们看PPT右边这个图 2024年最新的调查 就经济来讲 哪个国家呢 对于东南亚地区 各国的影响力最大 红色的是代表中国的影响力 这个文来 中国的影响力呢 占百分之六十四 然后呢 柬埔寨占百分之六十 然后这个印度尼西亚呢 占百分之五十四 然后呢 老国呢 占百分之七十八 然后马来西亚 占百分之六十九 然后 这个 缅甸呢 占百分之六十 菲律宾比较低一点 占百分之三十一 但是还居然还是超过美国 那你就不要讲 新加坡呢 也占百分之六十 全面 押过美国 押过日本 其实日本呢 在东南亚投资也很多 可是呢 它的影响力啊 却非常的小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日本啊 最大的麻烦啊 它在国际政治上 没有政治影响力 它不像中国是联合国武昌 美国也是联合国武昌 就可以透过有限的投资呢 发挥杠杆的效应 那我们再看看啊 另外呢 他们做的调查 从政治影响力来讲 这个影响力 认为影响力比较大的 中国比较大的占百分之四十三 去年只有百分之四十一 也超过了美国 那经济影响力根本就 根本不用讲了 这个2024年的时候是 59.5 2023年的时候是59.6 那这个 就不难理解啊 日本企业的担心 这个中盛 这个中西盛野 这个担忧的是 它有一定的这个根据的 但没办法啊 现在中国崛起啊 那你日本人呢 没看清楚形势呢 应要跟这个美国人 站队美国 然后跟中国人去搞这种 这种地缘政治的对抗 那有必要吗 是不是 从这点来看的话 行不通了 花再多钱都没有用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周统一时间见 拜拜